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宝们大家好呀 不知道你们之前看加勒比海盗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一个面向很霸气的中国女海盗 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郑一嫂 虽然她的故事在中国很少被人提及 但在很多西方国家的记载中 她却被誉为史上实力最强的海盗之一 那么今天咱们就穿越到 嗯那么好的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迫不及待的穿越啦 现在是你穿越后的第32年 你站在甲板上 海浪把船打得摇摇晃晃 你的脊背却挺得笔直 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 定睛一看 好家伙前面聚集了一大帮子海盗 他们脸上都是一副 咋了咋了发生啥了的表情 而你今天的话 则是让在场所有人都彻底安静了 由今天开始 啊 这片海呢 由我 啊 和你们一切 啊 将我们的海上事业 做大 做强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切还要从32年前说起 你穿越过来那会儿 正好穿越到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孩身上 女孩也就是你自己 生于1775年 本名叫石阳 不过以前你爸妈都叫你香菇 你出生的这会儿吧 贫富差距特别大 社会也不安定 内乱频发 住在海边的家里 穷咋办呢 就只能靠出海捕鱼 勉强维持生计 但是捕鱼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赚钱啊 到了淡季 怎么办呢 很多人就逐渐开始高起一些非法活动 比如走私啊 抢劫啊啥的 于是 越东地区就兴起了好几批海盗势力 当时有正 石 马 徐 四大姓为首的海盗家族 在珠江口 那叫一个为非作歹啊 虽然你也姓石 但你们家却不是海盗 本来你也觉得这辈子应该都不可能跟海盗扯上关系 但没想到啊没想到 反正呢 从你有记忆的时候起 你们就生活在船上 几乎不咋往岸上去 每家每户都住在自己的小船上 小船 对于一家三口来说 那是又挤又窄 但因为太穷了 你们也住不起别的地方嘛 那时候 别人都管你们这些住在水上的人 叫淡家人 或者淡眠 像你们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 可是 明明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你却总觉得住在岸上的人 瞧不起你们 有一次你想下船去岸上玩 就被几个小孩围着 指指点点 你也曾经问过妈妈 为什么你们不搬到岸上住呢 但是妈妈也只是摇摇头 没再回答你 说起来啊 因为家里太穷了 你认识的邻居叔叔阿姨 有好些都投奔海盗去了 岸上的人也因此 很少很少和淡眠通婚 当你长大一点 就和其他很多淡家的女孩子一样 到岸边 给外国水手洗衣服呀什么 补贴家用 但这可不是什么赚钱的活 你给一个水手包洗四个月的衣服 按照当时的价格 也只收一个银元 不过好在这些水手离开之前 一般都会把剩余的补给品 留给洗衣工 所以你勉强也算得上 能赚上一点点 二十几岁你的父母离世后 你也不想就这么 给别人洗一辈子衣服 所以踏上了在海上漂泊的旅程 但说实话 这会儿作为女人 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能做 为了维持生计 你就来到了一艘花船上 当妓女 虽然你的家庭条件不咋地 但是你这个人吧 从小就聪明济致 长大了更是能抓住一切商机 花船上的客人 一个两个那都是有钱的主 你就把那些 从他们嘴里听来的各种情报 卖给别人 这下不但拓宽了人脉 还为自己攒下了一些家底 人在海上漂 哪能不挨刀 你们花船 也是要定期给海盗交保护费的 1801年 也就是你26岁时的一天 你们的船 突然被几艘海盗船包围 为首的 正是你们这儿的一个海盗头目 郑一 嗯 作为穿越而来的人 你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感觉郑一这个名字 你在穿越来之前 就隐隐约约有听说过呢 哦 原来就是传说中 一度称霸广东的海盗头头 前几年隔壁越南的西山军 一直在中国边境招募中国海盗 雇佣他们去华南沿海抢劫 郑一 原本就是被雇佣的海盗之一 结果 这么一搞 华南沿海的本土海盗不高兴了 于是几个海盗帮派之间 也开始互殴 直到1802年 越南西山朝覆灭 这几拨海盗的势力 才基本争出了结果 在郑一的提议下 达成了和解 结成了海盗联盟 这个海盗联盟可不得了啊 拥有海盗超过7万人 800只大型帆船 几千条小型船只 这些海盗和船只 被分为了红黄青蓝黑白六七帮派 而郑一 就是其中最大的帮派 红七帮的首领 这六个帮派吧 平时都是手拉手相约去抢劫 对沿海地区过往的船只 那是毫不留情 抢回来的东西 都会按照协议分配 岸上的居民也是苦不堪言 当地官员更是两分无奈 三分忌惮 四分发誓要将郑一捉拿归案 你本来就觉得 这人吧 那可真是海盗中的海盗 恶霸中的恶霸 但转念一想 你自己也不是啥好人呢 一来二去的 收保护费的次数多了 他被你的性格和智慧吸引了 你俩居然就这么看对眼了 结为了夫妻 你也就顺势离开了花船 登上了郑一这艘贼船 见兄弟们都管你叫郑一嫂 你这才恍然大悟 好家伙 合着自己是穿越成了传说中的郑一嫂啊 震惊中外的史上最强女海盗之一啊 震惊之余你不禁感叹 可算是给你穿越成厉害的角色了 之前都是啥女仆啊 农民啊啥的 扯远了扯远了 回归郑一嫂的生活 有了你的加入 华南的海盗势力 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鼎盛时期 你们红旗帮是整个联盟中势力最大的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你们经常联合黑旗帮的头目 郭婆代等人 一起各种抢劫商船 对沿海村专的贫困居民进行勒索 还会通过绑架人质索要赎金 当地政府也是很苦恼啊 但是这会儿的总督 也没什么治理海盗的脑子 只能着急汪汪的修建炮台和栅栏 然后无能狂怒 当然 红旗帮有今天 也不是郑一一个人的功劳 红旗帮还有一个二把手 张保仔 张保仔和你一样也是出身于淡家 比你早几年上这个贼船 据说他当时跟随父亲打鱼的时候 遭遇了郑一的打劫 直接被郑一掳走了 当他的义子 要说张保仔啊 15岁的时候 就是一个偏偏美少年了 不仅如此 他还聪明伶俐 能言善辩 郑一自然是对他宠爱有加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吧 就很微妙 嗯 没玩 后来郑一也是多次提拔 最后让张保仔当了二把手 而你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 不是来拆散这个家 自从你来了以后 张保仔可能因为出身的关系 对你也是很关照 你们三个呀 把这个打打杀杀杀杀杀抢掠的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重要 但好景不长 六年后 你32岁那年的某天 郑一和手下们照常出海打劫 你和张保仔等剩下的海盗 留了下来清点财物 结果等来等去啊 也等不到人回来 却等来了一个惊天讹号 那就是郑一在香港抢劫的时候 不小心被官方抓获 直接就给处死了 被犯个老公我啊 你虽然愤恨 但也没办法呀 死都死了 手下还有一大帮不知情的弟兄们 这时候可不能乱了阵脚 你和张保仔私下商量了一下 决定由你出面担任新的红旗帮头目 张保仔辅佐你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好在过去的六年里 你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 平时大家都很尊重你 也很听你的指挥 而张保仔作为帮里的二把手 自然也是深得大家的信赖 所以基本上 你当新手领这事是全票通过了 时间回到现在 在甲板上众人的呐喊声中 你回到了船舱 这两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你深吸一口气 看着镜中这张略微憔悴的脸 其实这么多年在海上漂泊 经受风吹日晒 你的脸上早就布满了细小的纹路 不过你本身也并不在意了 因为你的机制和能力 足够让你在帮中获得微信 但你对首领这份事业 还是信心满满 回想你穿越来之前 看到过那个经典的slogan 不会带团队 你就只能干到死 那你肯定是不能自己一个人 坑吃坑吃瞎干呢 所以你立刻就开始思考 要怎么来变革 海盗团里的女人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她们要么是海盗的家属 要么是被绑架来的奴隶和小妾 也有少部分是因为太穷了 或者有什么隐情 而自愿加入的鱼女 说是自愿 但上了船 通常就身不由己了 像你这样能做到海盗首领呢 那真是少之又少 所以你成为首领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船上 拟定新的规章制度 以方便管理 比如如果有人 私逃上岸出卖兄弟们 抓回来之后 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 往耳朵里穿铁链 或者竹签作为惩罚 折磨够了再处死 抢来的所有财物 都要当众清点 其中的两成可以自己留下 剩下八成必须交工 要是敢私藏 当场处死 死了 不过你对抢来的妇女 倒是很不下心 规定让她们按籍贯登记 隔仓分住 如果有谁控制不住自己下半身 侮辱了这些妇女 那结局也是一个死 谁啊嘞 正是这种虽然严格 但也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 让兄弟们对你是又忌惮又尊敬 本来你和正一还有张保仔 一直维持着 燃东一样和谐的家庭关系 结果 正一这不是瓜老衬了吗 家里就剩你俩了 那你肯定是最信任张保仔 于是 你分出一队人马 由张保仔统领 剩下的 由你自己掌管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 郭婆代吗 黑奇帮透领 平时他和正一 关系一直都不错 他们之前也经常一起去打劫 他听说正一的噩耗之后 也急忙赶了过来 话里话外的意思啊 是之后啊 你可以跟着他过 虽然你一直能感觉到 郭婆代好像对你有好感 但还是婉拒了 不过郭婆代也没多说什么 你们还是保持着合作的关系 之后的日子里 你们红奇帮和郭婆代带领的黑奇帮 以及其他几个海盗帮 配合的可以说是相当默契 每次一来到沿海村落 就兵分两路 对村庄进行围剿 虽然经常会遭到村民的反击 造成伤亡 但村民怎么说 也还是比不上 你们这些恶贯满盈的劫匪嘛 所以每次反抗失败 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你们的主要目标 还是那些过往的商船 收购路费是小头 大头还是商船上的物资 不抢个干净 事不罢休 就这样 在你的管理下 红奇帮不断壮大 你现在掌管着大小船只 五六百艘 手下也有三四万的海盗 香港啊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从珠江口到穷州海峡 都是你的地盘 这还没完 你手下还有士兵驻扎地 造船工厂等等 可谓是为你的海盗事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期间 你和张保仔的感情 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要说张保仔这人 确实非常可靠 由于他本身的能力很强 平时行事谨慎 从来不会自作主张 有什么事情 都会先来和你商量之后 再统一行动 平时打仗 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 抢来的财物也都是均匀分给大家 从来不私吞 隔21世纪那是妥妥的 中确男二啊 你们之间相当的信任 有默契 于是顺理成章的 你和张保仔就成了情人关系 要知道 不但沿海村民 和各路商船对你们苦不堪言 各地政府 也是早就想把你们给干掉了 1808年 也就是你成为红旗帮首领 一年后 开始陆续和各地政府的舰队过招 先是在浙江海面 击败了浙江水师提督 接着你们还联手把虎门总兵林国梁给干掉了 当时林国梁啊 正在追杀蓝齐帮首领 你一看 这还得了 立刻率领百号船只 前去支援 没想到林国梁也是兵力雄厚啊 向你们投掷各种炮弹火器 从早上打到深夜 愣是没见分晓 后来 郭婆带率领黑齐帮赶过来 林国梁一看 还行吧行吧 这下真打不过了 干脆孤身一人冲上了你们其中一条船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杀了你们十几个兄弟 最后被人围住 就地处死了 你看着这一切 虽然立场不同 但也在心里 默默敬他是条汉子 总之 你和张保仔带领一众海盗 成功击退了官方的一次次围剿 短短几年里 摧毁了广东省135艘军舰中的63艘 不过当地的官方也没就此罢休 一直广州战力 准备将你们一网打尽 1809年10月初 这天 你命令张保仔带领红旗帮主力军 进入广州内河 抢劫掠夺 而你自己则带领剩下的几艘船 坐镇香港赤裂脚港口 防止有官方突袭 到了港口 正巧遇到三艘外国船只 这三艘船是葡萄牙人的船 正准备从港口上离开 这不是撞枪口 伤了吗 你和手下们顺势其计 并且搜刮了其中一艘船 杀死了数十名葡萄牙人 不过 却让另外两艘趁机逃走了 没想到这时候 广东香山县的支县彭树 得知了你们的行踪 看你这边势单力薄 就立刻率领几艘船 赶往港口 打算先派几艘船把你拖住 然后召集之前募集来的 百余艘船只过来 趁机把你这个贼王献给擒住 再一举打垮红旗帮 这不是刚才有两艘葡萄牙船逃脱了吗 正好被支县碰上了 两拨人都苦于你们的暴行 决定联手围剿 于是支县这边额外获得了 六艘葡萄牙船只加强战力 此时你只有几艘小船陪同 不过你也不慌 你知道支县手里的广东水师船队 和募集的那些船 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 他们现在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你拿自己当诱饵 原地不动 烟旗息鼓 静待时机 前面不是说大部队 本来都在内核打劫的吗 你就派人偷偷溜出去 去内核通知张保仔 带大部队回港口支援 可以说是同一时间 两边的人都在往港口赶 要说你们红旗帮的动作还是比较快 仅仅三天 帮内几乎全部人马到齐 与此同时 中福联合的舰队也陆续赶到 对面那真是声势浩大 东边有广东水师提督率领60艘帆船 1200门火炮 及1.8万官兵把守 西边则有35艘渔船列阵围堵 将你们的出路堵得死死的 但你们红旗帮也不是好惹的 大战第一天 广东水师船只驶进你们船只后方 一字排开轮流向你们发炮 一排发射完了 就退到后边装弹药 后排的船只再冲上前开炮 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而你们呢 也向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他们最大的那艘船 被你们的火箭射中 烧了个底儿掉 估计对面也是大感不妙 立刻将所有的船只驶离港口 远远的不敢再靠近了 但这炮火一直没停 就这样 又打了两天两夜 由于风向不对 你们只能暂时折服 官方因为一直没能占据优势 是无能狂怒怒火中烧啊 于是改变了策略 将所有船只集结起来整顿士气 然后大部队前往你们补给的必经之路 打算直接切断你们的补给 靠长期围困的策略来取胜 同时用火船进行远程攻击 支线彭树还请求调动陆军 从水路两面夹击 希望就这样把你们的精力人力耗尽 正好又过了几天 刮起了大风 正是用火船攻打你们的好时机啊 结果没想到 你们占据的这个地形可太有力了 火箭放出后遭遇山风影响 压根射不中你们的船只 反而把官方的自己两艘船给烧弄 而你们也早有准备 提前用长铁钉加固了船的周身 防止火船靠近 就这样 又过了几天 对你们有力的南风骤起 你们立刻激响战鼓 发动火箭火炮 顺风突破包围投袭 打了对面一个措手不及啊 葡萄牙人一看 大事不妙 估计是打不过了 于是弃船逃离 就这样 这场长达大半个月的海战 以红旗帮获胜告终 虽然也算是打了胜仗 但你们也损失惨重哦 12月的某天 张宝仔居然一身是伤的回来了 嘴里喊着 郭婆大 你就谁老爷很尬夫乖 震惊之余 你从张宝仔那儿 听到了这件事的原委 10月份那场和中仆舰队的大战中 张宝仔不是本来要率大部队 赶到港口吗 中途遭遇了官方船队的袭击 但这半路开打 肯定是不能聚集最强的火力 于是张宝仔就向当时 在附近的郭婆大求助 打算让郭婆大 从外部分散军官的力量 他自己从内部突围 击破军官防线 结果没想到 其实阿代早就看阿宝不顺眼了 因为郭婆大本来就倾慕于你 但是地位却一直比张宝仔低 一直也不受你的重视 能力可能也是没有张宝仔那么出众吧 所以一直只能听命于他 不敢违抗顶撞 这一下可给他逮到机会了 想要趁机出一口恶气 所以直接无视了张宝仔的球员 看着被围攻的张宝仔 他拍拍屁股走人了 于是10月这场 和中仆舰队的大战中这个插曲 就让张宝仔对郭婆大记恨在心 发誓以后要找他算账 这一波12月份的时候 张宝仔又在海上遇到了郭婆大 一向冷静了张宝仔 这次也是上头了 俩人一言不合直接开战 可是张宝仔经过10月份的战斗 他手下的火药和人手都明显不够了 郭婆大这边好歹也是黑棋帮的首领 虽然一直听命于你们红棋帮 但其实还是自成一派的 长期积蓄的雄厚兵力 终于在这次派上了用处 只不过打的是自己人罢了 张宝仔这边 当然是敌不过这么明显的实力差距 被郭婆大抢走了16艘船 手下也被郭婆大掳走了300多人 你得知此事又惊又怒 打算去找郭婆大要个说法 结果还没等你见到阿代呢 就听说他向官方投降的消息 又是震你一惊啊 原来郭婆大虽然击败了张宝仔 但怕你们报复 再加上其实他早就有归顺官方的意思了 击败张宝仔这件事 正好可以当成他的投诚有利条件 于是黑棋帮是带着黄棋帮一起 向新上任的梁光总督百灵投降 他们一共向官方交出了5578名海盗 800名妇女儿童 113艘帆船和500名火炮 以及之前从张宝仔那掳获的 321名红棋帮的成员 并且官方还授予了郭婆大把总官嫌 也就是相当于正欺品的贤位 要说张宝仔可能也是因为连续的大战 失去了理智 同时因此也非常非常恨葡萄牙人 次年1月份 张宝仔得知澳门和葡萄牙的联合舰队 正停靠在你们的领地附近 于是怒帅300艘战船 1500门火炮 以及2万多名手下 向联合舰队发动了投袭 当时葡萄牙人只有6艘军舰 118门火炮和730个人 看起来实力悬殊 但没想到葡萄牙人 直接对准了张宝仔的爱船 塔船进攻 这艘船可以说是张宝仔的精神支柱 因为他这个人吧 比较迷信 每次出战前都要找僧侣什么的 给自己加持一下 所有的僧侣都聚集在这艘塔船上 塔船一毁 张宝仔也就没了士气 匆匆带领剩余的部队逃离了海湾 又是郭伯代叛变 又是塔船被毁 你已经升职邦内人心不稳了 加上新上任的梁光总督也找人来劝降 于是你和张宝仔认认真真的聊了聊 想听听他的想法 张宝仔觉得 郭伯代曾经是邦里的骨干 掌握了很多秘密 万一到时候官方打过来 那红旗帮就很被动 而且看到郭伯代被封了官衔 能有个安稳的官饭吃 其实他还挺羡慕的 这么多年来 你吧 也有点厌倦了海上漂泊的日子 之前能够在这片海域横行霸道 是因为官方软弱无能 但是新上任的这个梁光总督百灵啊 确实是个有勇有谋 能干之人 看起来是下定了决心 要和你们死磕到底的 到时候官方打过来 会有多么惨重的损失 你也可以预见 于是你和张宝仔 还有其他几个海盗帮的头领 一起商量后决定投降 但投降谈判的过程 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双方都互相不信任 生怕一个不留神 哪边又屎诈又打起来 但你看到百灵身为一品高官 还能亲自出面谈判 你也就站了出来 决定由你带领帮里的 其他人的眷属 前去省城做筹码 以换取百灵的信任 你向大家保证 如果出了意外 你自己承担 绝对不会出卖其他人 张宝仔等人也被你说服了 但是还是坚持 要和你约定一个时间 如果到期还没听到你的音信 他们就会带大部队 杀去州府把你救出来 于是你和其他几位女眷一起 踏上了投降的道路 也就算告别了你 作为海盗的一生 最终 有17318名海盗 连同226艘帆船 1315门火炮 2798件其他武器 归交清政府 张宝仔在投降书上 正式签字后 也被授予了千总官衔 从海盗变为水军军官 并且允许他保留 30艘帆船 作为自己的船队 还拨给了他一大笔钱 让他为部下建防安居 至于你 你和张宝仔也得到了 朝廷赐婚 成为了正式夫妻 作为女人 你的事迹 在历史的长河里 逐渐被埋没 但无论如何 你都是历史上 最令人称奇的 传奇女海盗 好了吧 我们这次的传业故事 刺激吗 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角色 欢迎留言私信我 喵喵喵喵 叮叮猫 订阅我 下期见 这三艘船 是葡萄牙人的船 正准备 正准备 雨后冲耸 就立刻率领几艘船 赶往港 就立刻率领几艘船 赶往广口 吃架 肥帆 涮 你